回复回来来看一下看什么呢 看几个最常见的我们最常见的时间复杂度都有哪些 第二次这算法咱们已经分析完了 往后走来看一下 先看最常见的时间复杂度 左边这个代表的是针对于具体的应用场合 也就是具体的这样一个程序的时候 你去计算出来的步骤可能是这样的 先看这个12代表的是我确切的执行了12个基本步骤吧 那按照导表示法的话 按照刚才说的这基本流程是不是要把它抽象成一啊 对吧 你再认几次的话 我可以给你视为一个整体代表一个基本步骤 那这时候给你抽象的话就是一 我们把这个东西叫做常处接 然后紧接着再看 如果是2n加上3的情况下 忽略掉你的常数项 忽略掉你的系数之后 就代表的是一个n吧 那这个时候也就是说它的时间复杂度是n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叫做线性结 因为这个n 你在数数项上面是不是就一条直线了 对吧 线性的 然后再往下看 你再去计算的时候 发现它的基本步骤是3n的平方 再加上2n加上1 这时候的话 我们来给它忽略掉一些细节的问题 把1去掉 把3把2去掉 然后你这时候可能发现跟n相关的 有一个n方 还有一个n的一次方吧 对吧 这时候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 步骤上面跟我们说了 除了要忽略常数项 还要忽略次要项 次要项的意思就是说 n方的特点要比n要大 对吧 因为n的密次要低 对吧 所以也就是说 遇到这一步的时候 我们只保留你的高次密 对于低次密来说 也就忽略掉了 那这时候对于它的特征 就是n方 我们把它叫做平方间 然后再往下走 5LOG以2为底的n 加上20 同样把20去掉 把5去掉 这时候实际上就是 LOG以2为底的n吧 LOG以2为底的n 代表着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2的多少次方 能够达到n吧 对吧 也就是上面的n方的一个 反运算法 逆运算法 我们把这个东西 你在计算机当中 表示的时候 通常会把这个 以2为底的这个2 给忽略掉 写成LOGn 然后我们把它叫做对数结 因为LOG是不是就对数结算 再往下走 3n加上3n 乘以LOG2为底的n 加上19 这时候的话 把n去掉 把19去掉 把3去掉 就看里面的 最特征的这部分 n乘以LOGn 叫做这个结 再往下看 同样的道理 这时候是不是就有一个 你就知道怎么看了 第一次密全部去掉 系数也去掉 就保留了一个高次密 n的立方结吧 再往下 还有2的n次方吧 我们叫做指数结 因为现在这n 是不是跑到指数上面去了 叫做指数结 这时候对于你具体的步骤 如何去进行抽象 这个过程已经有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最常见的典型的 这些时间复杂度之间 它的大小关系 也就是说 它的时间曲线 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往下走 往下走 来看一下 1代表的是常数吧 一条直线 logn log2为底的n 是一个对数的 是这样的一个曲线 n是指的常数 也就是说 这个n是一个线性结 它是这样的一个直线 然后n乘以logn 再往上n方 然后再往上呢 n方乘以logn 然后紧接着是n的立方 这个时候是 如果你对数学上 没有印象的话 看一下大概的这个图 去帮助你去记忆一下 对于底下 我们已经给大家 列出来了 它到底的一个大小关系 这一定是要记住的 这一定是要记住的 不是说要画考题重点吗 这就是啊 但是说这个不仅仅是说 为了考试题啊 而是说给你一个 那你是n3 n的平方大 还是n的立方大 那你是n的立方 那问你n的平方大 还是2的n次方大 那n的阶层大 还是说 这里面的2的n次方大 说不好去做 这你就没有一个直观的印象了 到底是n的阶层大 还是n的二次方大 阶层 所以对于这一部分 不仅仅是说为了考试 考试可能不出 但是说你在之后去见到这样的一个 这样一个典型特征的时候 你要知道怎么去衡量到底谁大谁小的问题 所以看一下 1长处是最小的 然后是logn 然后再往上是n 再往上n同意logn n方 底下这边是不是没有给你写n方同意logn呢 也就是说在n方跟n的立次方之间 还有一个n方乘以logn 然后紧接着再往上到2的n次方 再到n的阶层 再到n的n次方 有这样的大小关系 然后在电球底下来看一下 给了几道练习题 第一个o5 那换层最典型的 它应该是多少 o1吧 第二个呢 o1 第三个 o1方 第四个 o1的第四方 哪个最大 最后的一个吧 好